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 那么这三次借款是这样 一个就是1895年向俄国和法国举借的外债 那么这次外债是借的是四亿法郎 四亿法郎是相当于大概是一亿两百银 那么这是第一次 那么第二次是1896年向英国和德国 借了1600万英镑 1600万英镑大概也相当于白银一亿两 这是1896年向英德借款 1600万英镑 那么接着第三次是1898年 向英国和德国继续借款 叫做续借养款合同 第二次向英国和德国借款 也是1600万磅 相当于一亿两百银 那么除此之外 新政府还向其他的一些洋行 借了一些洋款 那么这个从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 到1898年第二次向英德借款 新政府一共向外国方面借款 借了七次 借款总额是达到了3.5个亿 3.5亿两百银 那么新政府向外借款 是吧 他要附加非常苛刻的政治条件 就是新政府以中国的关税 或者是这个离金的收入做担保 那么这样中国就失去了很多 必要的力权 国家力权 损失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指出来的 就是清政府所借的外债 利息很高 一般的 这个年息呢 都是五厘六厘 不但利息很高 而且折扣非常大 折扣非常大 那么像1898年 清政府向英国德国的第二次借款 他的这个折扣达到了多少呢 达到了83% 那就是向他借一百两白银 实际上清政府拿到了只有83两 那么也是说 清政府虽然对外借款是3.5个亿 但是实际上清政府拿到手的远远不到3.5个亿 那么这是清政府大规模的向外对外借债 那么除了清政府的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向国外借债之外 那么各个省各个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性的外债 那么据统计下各个省 像这个外国借的这个外债 一共有9项 那么统计起来 有银元128万元 日元160万元 英镑是80万镑 就是清政府啊 那么为了度过这第二次财政危机 大量的向外国借款 大量的出卖国家立圈 那么与此同时 清政府在大界外债的同时 也尝试着向国内人民发行国债 发行内债 除了这外债之外 还要发行内债 来应付这个第二次财政危机 那么1894年9月 就是甲午战争刚刚爆发不久 清政府的户部 他就召集这个北京的各个银号 骗号票号 召集北京的这些金融业的银号票号 召集这些富商开会 就向他们借银100万两 向他们来借银 那么后来清政府又命令各个省 仿照北京这个做法 印发各种这种面额为100两的借债 那么他规定 凡是有人向清政府借款1万两以上的 那么清政府可以给予一个虚弦封点 以示鼓励 这个虚弦不是实贤 给你一个什么处长的这么一个名义 但是没有一个实际位 是个虚弦 那么以示奖励 那么这样到了这个1896年6月 清政府那么一共借到了1102万两 那么应该说这个还是有些成效的 那么在这个1102万两当中 在广东省借的最多 广东省大概借了有500万两 除了广东之外 借的这个比较多的是江苏 江苏是借的是181万两 山西省是借了130万两 直立和北京各100万两 那么其他的各个省 那么大概只有十几万两 到二十几万两 三十几万两 那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是在这个甲午战争当中 清政府呢准备那个借内债 那么这个时候向这个票号啊 来借银 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 是吧 他在举借内债的时候 这个内债呢 和我们现在所讲的 发行这个公债 还是有一个很大不同 不同在哪呢 就是我们现在发行公债 是吧 我们有一个发行总额是多少 是吧 利息是多少 期限是多少 是吧 都有个明确的一个计划的 是吧 那么当时清政府 是吧 他在发行这种内债的时候 既没有借款的总额的这个数目 是吧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 那么因此呢 他是清政府的传统的这个捐输办法 捐输的办法 向近现代公债转换过程当中 这么一种形式 那么这是在甲午中日战争进行期间 对吧 那么他们这个 举接这个内战 那么清政府大规模的举接内战 不是在甲午战争当中 而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的1898年 那么1898年这个6月之前 6月8号之前 清政府呢 要支付对日赔款 1亿两白银 那么在这之前 英国和德国 与俄国 法国 这两个利益集团之间 针对着对中国这个借债问题 进行了争夺 那么他们都希望呢 向清政府来借债 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好处 那么为这件事情 英国甚至对清政府 发动这种战争的威胁 这个清政府是感到很难办 是向英德借款呢 还是向俄法借款呢 就是两个方面 清政府感觉呢 都不好得罪 那么因此清政府是决定 不再借外债了 是自己借内债 那么这样呢 在1898年1月 清政府接受了一个人 叫做黄思勇的建议 决定呢 要发行内债 那么这样户部呢 就拟定了一个章程17条 就准备呢 在中国内部发行内债 这次发行内债的总额 是1亿两 总的要发行 1亿两白银的这个内债 那么这个发行的这个面额 有这么几种 100两的 500两的 1000两的 三种 那么这个内债的这种名字 叫做招信股票 那么这个招信股票 这个股票呢 不是我们现在的 那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实际上就是一种债券 叫做招信股票 那我规定的年息是五厘 那么清政府就要求 清政府的 在北京的一些王公大臣 是吧 文武官员 各个省的各级官员 都要什么呢 领票交银 以为商民之畅 清政府的官员 首先要认领 清政府发行的 这种招信股票 那么为这些普通的商人 做一个表率 为商民之畅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无论是清政府的官员 还是一些商民士绅 反应非常冷淡 这个认购的 非常的不踊跃 那么这个清政府 经过了一段时间努力 他所募集到的资金 只有五百万两 就是远远没有达到 这个一亿两 那么后来呢 在这一年的七月 那么停止发行股票了 停止发行这个内战 那么清政府第一次 向中国内部发行内战 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 那么清政府采取了 出让大量的国家立选 是吧 向外国这个借债 这个这个 向外国这大借外债 那么暂时的度过了 第二次财政危机 那么避免了清政府财政的 一个彻底的崩溃 那么清政府的统治 又继续维持下去了 那么这是第二次危机 度过去了 那么很快 爆发了1900年的 一和团运动 那么一和团运动之后 清政府就面临着第三次 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 那么清政府在反对 八国联军的战争当中 他所消耗的军费 是吧 他的军事开支 我们先不算 那么仅仅是在签订了 这个新手条约之后 中国要向英法 美俄 德裔日澳 荷兰 比利时 西班牙 向这11个国家 进行的战争赔款 就达到了4.5个亿 4.5亿两白银 这4.5亿两白银 大概相当于 当时清政府 三年或者四年的 财政收入总和 那么也就是说 清政府到了这个时候 又面临着一次 非常严重的 或者空前严重的 这种财政危机 搞不好 他的财政就会崩溃 面对这种财政危机 清政府怎么办 那么清政府的办法 不外乎 仍然是开源截流 首先截流 是什么呢 就是要 裁减绿营的俸禄 合扣驿站经费 节省各衙门经费 就是各项开支 能截减的要截减 要截流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开源 开源是怎么办 就是增加粮捐 增加严捐 增加着官捐 增加杂捐 就是增加各种 客权杂税 向人民转嫁 这种财政危机 那么清政府 面对的这个 第三次财政危机 那么清政府 也曾经试图 还是要发行内战 因为发行内战 相对来讲 它所面临的危机 相对来讲小一点 发行外战 它要 这个外国要附加 很多这种苛刻的 政治条件 那么清政府 也想到了 要发行这种内战 那么在1904年 当时这个 鼠里户部上书 赵尔逊 就提出了 要发行一个叫做 驻国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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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办法 准备在1906年 向全国募集 这个内战 但是后来 没有能够成功 1908年 清政府的游船部 和渡知部 联合上奏 清廷 要求发行 熟路供债 就是赎回 熟满 这个金汉铁路的 这么一个供债 准备要发行 一千万两 那么清政府 发行内战的 这个努力 都遭到了失败 为什么遭到失败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这种财政 金融的这种信用 已经丧失了 就是人们不信任 清政府 没有人肯购买 认购这些国债 那么国内申民 不肯认购内债 说明了清政府的 财政金融的信用的丧失 清政府财政金融 信用的丧失 那么就 就是清政府政治上的 已经失去了人心 那么可以预示出 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统治 已经岌岌可危了 那么清政府 应付第三次财政危机 最主要的办法 还是大量的 出让国家立权 来争取大借外债 那么据有关专家统计 从1900年 到1911年 西海革命前夕 清政府 对外借款的总额 达到了3.4亿 就是对外借款 达到了3亿 4000万两百银 那么这是清政府 除了节流 开源 那么发行内债 是吧 那么还向外国 大借外债 那么我们讲到 清政府的第三次 财政危机的时候 那么我们还要讲一点 讲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应对 第三次财政危机 从清政府应对前两次财政危机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什么不同呢 就是除了直接向外国 借外债之外 那么更主要的是 采取了什么呢 是把赔款转化为外债 把赔款转化为外债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这个薪酬条约当中规定啊 中国要对外赔款4.5个亿 4亿5000万两白银 那么这4亿5000万两呢 就是由这个赔款转化为外债 就是什么呢 清政府把这个对各国家应该赔多少两白银 变成一种债券 把这个债券呢 交给外国政府来收收藏 那么清政府呢 按年去贪分 去偿还这个外债 那么这个4.5一两白银 要分39年还清 每年的利息是4厘 那么这样清政府 如果全部偿还完这笔外债 清政府所要交纳的本金和利息 达到了9.8个亿 9亿8000万两白银 那么这些这个本息 这些外债 他是以海关税 常关税 严税 那么作为一个担保 那么这样平均下来 清政府每年的对外赔款的总数 就要达到了2500万两 2500万两 这是庚子赔款 清政府每年大概要赔2500万两 那么如果加上我们前面所讲的 是吧 就是清政府在中日战争当中 又向外大借外债 是吧 这个庚子之后大借外债 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外债的赔款 从1901年开始 清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对外赔款和外债 达到了三四千万两 3000万到4000万 那么这3000万到4000万 大概相当于当时清政府 每年财政收入的40% 可见清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个时候是非常重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第二次财政危机当中 清政府采取的一个应付财政危机的一个措施 那么讲到这个时候的清政府的财政 那么我想也不能够把它说的完全都是一无是处 就是清政府在这个时候 他的两个财政措施 我认为基本上还是可以肯定的 可以肯定的 那么至少从财政金融史这个角度上来讲 清政府的某些财政措施还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首先第一点 就是统一货币 就是币制的改革 因为在这个清代呀 清政府的币制非常的混乱 混乱在哪 一个就是这个银钱并行 银两和治钱两种 这个这个这个货币并行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银两也很混乱 银两有什么库平两 曹平两 海关两 银两就不一样 而且这个各个银两的这个成色 是99.5 还是99.2 还是99 是吧 成色不一样 那么这说 这个货币呀 很混乱 那么第三 这个质钱 有大钱 有小钱 它有区别 它也不是统一的 还有关注值钱 与私注值钱的这个区别 那么如果讲到纸币 有外国纸币 是吧 那么也有中国官方发的纸币 这个币这很混乱 那么清政府为了统一全国的货币 清政府在1905年11月 就颁布了一个货币章程 就是统一货币 1910年 清政府又公布了一个国币责利 国币责利 那么这个国币责利呢 决定发行以原为单位的一个新的国币 以原为单位 那么这个议员的重量呢 是相当于库平两的 7000两 7000二分 那么说清政府 在这个应对危机的时候 采取了一些 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 就是要统一货币 统一币质 那么第二个值得肯定的 就是清政府 决定了要清理全国财政 要编制全国的预算和决算 那么这个事情呢 大概是起源于1907年 遇使赵炳林的一个奏折 那么赵炳林呢 在奏折当中就讲 要求清政府呢 要制定预算决算 整理财政 以端至本 清政府 是吧 要整理财政 作为治理财政的 治理这个这个 全国财政的一个根本 要编制全国的预算和决算 那么这样呢 在1908年12月 清政府在清政府的这个中央 设立了一个清理财政处 清理财政处 在全国各个省 设立了清理财政局 那么设立这些机关 就是为了了解 全国各个省的 这种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那么也说 在1910年 清政府开始对于全国的财政 进行清理进行整顿 开始编制全国的预算和决算 那么当然清政府这个 开始编制这个预算和决算 很快因为爆发了五常起义 这个预算决算呢 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政之行 那么毕竟清政府这个时候 开始面对着这种财政危机 面对着中国财政的困难 混乱 那么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 那么以上我们讲到了 清政府的三次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三次严重的财政危机 一次比一次严重 几乎达到一个崩溃边缘 那么但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 是吧 我们讲的 是吧 广开财源 什么节流 一些畸形的税收 是吧 采取了很多措施 使得清政府的财政 没有发生真正的崩溃 那么但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清政府的财政 无可挽回的彻底崩溃了 那么武昌起义之后 清政府的财政 为什么会彻底崩溃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下次课再讲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课再讲